这个是我们去年10月28号采用机制栽培的无土栽培番茄 这里面是用蚯蚓粪和稻壳做的 再过个四五天应该这面果全部都下完了 下完以后我们定的黄瓜苗也该栽了 这种无土栽培换茬是特别方便的 因为你不需要再撒有机肥了 再撒肥料了 再宣耕地了 就是你最需要把这番茄秧子给它拔下来 拔下来以后浇灌清水 把里面残留的一些肥料冲出去 然后就可以直接栽种下茬的黄瓜了 这一块你就不用再去做那些繁琐的 包括有费钱的那些工作了 实际上这都是无土栽培的一个魅力 为什么无土栽培它省钱呢 在这块就省得非常明显 你再换一茬 你要上有机肥料吧 有机肥料一亩地不得花个一千块钱左右吗 像耕地七个龙 这些你又要花钱吧 你这无土栽培这样的话 你说你上午拔羊子到下午就可以换茬 再下一茬黄瓜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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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